大家好 我是住在波士顿的Sophia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棵葡萄樹 去年我有放上youtube上面這棵葡萄樹 它也就是無意中 就發現了在這個後院子 地上就找出了一個葡萄樹 而且當時我也很懷疑 它是不是真正的能接葡萄 我是不是真的葡萄樹 然後我又上網查了一下 說是葡萄 但是它是什麼品種 我還沒有搞清楚 反正就給它打理了一下 把那側枝給它經常摘掉 然後呢它長得還挺壯的 然後冬天的時候 給那個上面的枝給它剪掉 給它留下下面這個枝 給它長得粗壯一點 然後你看現在長得就挺壯的 然後最近這幾天啊 我就發現了一個驚喜吧 可以說是 咦 它居然長出了 像個小葡萄一樣的 我就說這個是什麼 一開始 先照近一點給大家看 因為它長得很小 所以呢 我一開始還以為它是什麼 它是小葡萄 好 後來我查了一下 它是葡萄的花裡 就是還還沒開放的時候 就長得這個樣子了 長得像個小葡萄一樣 圓圓的一粒粒的 很可愛哦 看到沒 然後這邊呢 也長出來了一個 這就是它的花蕾 就還沒有開放 它等到到時吃一點 慢慢長長長 它就開放了 所以呢 說明這個葡萄樹還是很成功哦 它會接葡萄了 這樣說明 所以很高興 分享給大家 看這個 往後給它搭一個架子 看它能長 長出 接觸真正的果實沒有 如果到時候接觸了果實 再照給大家看 謝謝大家的觀看哦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早安 好 謝謝 咪